誒! 嘿!又加起來阿基! 歡迎回來我的頻道 首先呢 在影片開始之前 記得訂閱一下我的頻道 這裡主要會介紹一些 廟會文化 傳統工藝等等 有興趣的朋友 記得按一下訂閱 謝謝你 首先呢我们拿到了一张寻人启事 这位神秘男子是谁呢 等等在影片中大家一起来找找看 今天呢带大家来回顾的是 蒙甲起天宫建宫180周年绕境 蒙甲是台北市发展最早的区域 清末汉人们从淡水河拓展贸易 商业的繁荣让蒙甲境内处处皆有信仰的中心 如龙山寺 青山宫 清水族寺庙 料管齐天宫等等 其中呢今日的主角蒙甲齐天宫 当地人俗称料管妈祖 而所谓的料管 就是只将大树干聚成木材存放的木材行 相传呢道光年间有艘运送山木之红船 竟然在晴空万里的天气下寸步难行 船上的船人们后来就很紧张的赶快向妈祖请示 原来妈祖是有意在蒙甲地区落脚 这时经营料管的黄姓老板便发愿将妈祖赢到自家政厅供奉 这事情呢才告一个段落 后来在妈祖的庇佑下皇家的事业飞黄疼打 皇家人在要搬新家的时候呢也有请示妈祖 看看妈祖是否愿意一同前往新家 但是呢 妈祖执意流于蒙甲 皇家人也很大方的手信将自家故居捐出 公信众膜拜 成就了如今的蒙甲齐天宫 也可以说是没有皇家人就没有现在的齐天宫呀 在大政年间在地士生们为了增添热闹时的气氛 因此成立了寡戏班启蒙社 启蒙社在当时已经相当活跃 在许多报道中也都可以见到启蒙社的踪跡 后来因为北馆月的兴起 由原本的呱戏班改学北馆 并将启蒙社改为蒙甲齐义社 继续为我们的料管妈祖担任价钱的取馆 而这次绕境的看点之一呢 其中一个就是我们执年卢祖坛了 重现经典的北市红坛 又特别邀请到了北部神将界权威 永和秀朗轩的委托尊天与护法尊者来政坛 那华丽的福州珠窥携 搭配上迪化街原生秀装的全手冲战甲 气势非凡 坛内也有诸多三重政宣宣出品的精美神将 让人看得直流口水啊 还记得刚刚那张寻人启示吗 就让我们赶快去庙会现场 寻找一下这位神秘男子到底是谁 首先我们看到卢祖坛这边 除了刚刚提到秀朗轩的二大佛教护法之外 还有台北保安社新发表的赏善士与法二士 他们也特别穿上了明清时期的补服 胸前的补纸也是分辨官阶大小的标记 一般呢 文官是秀上飞琴 而五官呢 则是秀上肘瘦 这阵呢是我们新北拱新宫的白沙屯马主教 就是传车中非常有名的粉红跑车啦 这个就是嘎拉阿广照宫的队伍 出动而自家宣设三一宣出三节来战进 分别为走路古亭 广东师及北馆带谢帆将军 接着的是大龙童和华乐社 有请了近几年相当流行的国乐来带领 金鸡育犬神将 后面则是自家的杯馆带领 金炸几簧飞虎神将 紧接着登场的是头北错青莲宫 请到了新北师之役的哈霸塞 自家宣设的新清垃圾 老祖谢帆将军也有特别出门 这是今年的妇孺祖坊 请到了浦前金龙团前来战进 订阅 神秘人終於出現了啊 原來就是我們今年的慈年爐主 而身為起天宮最年輕的爐主 今年也特別大手筆請來了北投玉璇宮慶師團 還有我們絕江亭飛龍團 最後還有台北八大宣社之一的台北保安社 除了新發表的蔣善士與伐厄士之外 新開光的四足謝帆將軍也是頭一次出門 登城 海大宣社 大宣社 山索成 海大宣社 和牧雄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最后就是我们起义社本镇啦 这次除了镇店的软身妈祖之外 龙边的关圣帝君及虎边的赤福王爷也都有灯叫出来绕镜 义安社也一同受邀参与绕镜 Zither Harp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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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 李宗盛